蔡震南带母职养三子女。爸气喊:"我能抛弃所有。40岁女儿仍天天撒娇。她自曝教养守则。 蔡震南带母职养三子女。爸气喊:"我能抛弃所有。40岁女儿仍天天撒娇。她自曝教养守则。 演员蔡震南时常在各种戏剧中扮演男女主角的爸爸,其慈爱的形象加上偶尔幽默的神来一笔,让她成为观众心中的爸爸专业户。 。 真实人生的她也是一位好爸爸,曾经历过事业,感情双输的低潮,离婚后她告诉自己:"我离婚,所以我当孩子的爸爸,也当妈妈,我可以抛弃所有,但孩子不能给别人。 。 她的儿儿理念和父亲很有关系。 。 以前考试低于60分,一分以下,每天家中都在上演爸爸打儿子,妈妈跟邻居在劝架的场景。 。 也让她下定决心绝对不这么对待小孩,然而笑着的她依旧能宽容面对父亲的教育。 。 父亲很正直,我很尊敬他,只是因为年代不同,不代表他不是好爸爸。 。 赛振南有二能一女,对于孩子她有满满的亏欠。 。 我以前以为,让他们生活无虑就可以了,当时不注重精神陪伴,没有多规划家庭时间,没有安排我寒暑假过年,我都在工作 后来才渐渐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也终于慢慢修补了与孩子的关系,和女儿的关系尤其亲近,像是即使到现在她四十多岁,女儿还是会对蔡震南撒娇 每天都会亲亲抱抱,蔡震南也自曝每天早上六点多都会起床送女儿出门后再回去睡回笼觉,女儿还一直以为爸爸是习惯早起 但他也自嘲是个很随便的爸爸,也可说是开明 对于孩子的未来没有给出太多的意见或协助 我从来没给过孩子什么意见规划,他们会做错的又不是什么犯法大事,再怎样也不可能比老爸还糟糕 看得出来相当信任孩子而孩子也相当独立,从来不会因为老爸是明星,就常常把老爸搬出来 蔡震南透震南,小儿子过去考电视台时,从没询问过他意见,也没有请他当任何忙,自己考上后就默默吃三个月速还愿 还有一次小儿子去吴念珍的公司应征演员,屡历上也不愿写上父亲名字,没想到后来被认识的人认出来,笑问,你是蔡大哥的儿子啊,让儿子相当难为情 虽然很努力拉近与子女的距离,但蔡震南有时候还是会当个糊涂吧,搞不清楚孩子的生活状况,像是他曾特地要去参加大儿子的毕业典礼 结果到了现场居然找不到儿子的身影,直到儿子打来,无奈说,老爸,我今天硕士毕业,原来蔡震南是跑到了大学部 他才意识到自己闹了个笑话,苦笑说,除了专业之外,我其他事情都是白痴啊 也许还称不上是满分老爸,但蔡震南想要在忙碌的演艺事业之余,尽力参与孩子成长过程,便是相当可贵的心意 相信孩子们一定都感受得到,希望未来他们一家人都能过得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